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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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组和你见面 你的空气挡到雷电 我想不成爱的画面 比局势还要危险 你那美丽的侧脸 怎么贴近她的指尖 有小橘子寒假去日照金山游玩 前去郡子哲汉的酒店打卡同款风景照 发现哲汉是趴在酒店瑜伽室外阳台地板上拍照 哈哈 这是妈咪趴过的地板 还有小橘子去西双版纳郡子住过的民宿打卡 郡子和蛋糕合影的是雨林套房 推测是郡父母住的 而郡子IG特供图片中的房间是蜜月星空大床房 浴池还是露天的 哈哈 好刺激 哈哈 橘子行针又出来了 郡子背影分明 一个包不住屁股 一个露不出屁股 郡子和哲汉手上的痣 关节位置都不一样 后来根据哲汉在TF广告中手的特写对比 关节和痣都是一模一样的 越来越垂 那人就是哲汉 郡子给黄伯打call微博在一分钟之内编辑两次 第一次文案风格像是哲汉发文语气 是很多明星通用的宣传模板 而郡子发文严谨 为表真诚不会直接套用模板 会自己写 这种故事好像猫猫直接照着通用的文案发了 旁边的郡子一看 哎呦我天 傻瓜不能这么发 赶紧改过来 当嘉宾说这自己的腿上打了22颗钢钉时 特写给到郡子 他眼神里是那种感动深受的疼惜 郡子初五发财神图 第八张图哲汉以前微博发过的 IG 头像也用过这张图 供老师夹带私货 端个水 财神九宫格的C位是一张粉红色的财神图 很扎眼 招财又尽宝 1月24日 2023年 网络视听年度盛典播出